哈喽大家好 我是芒果 然后又见面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我在与童家买的刷子 他家的刷子主要是卖一些自制的刷子 或者是那些大牌的元旦 然后我了解他家还挺早的 大概从两年前吧 我90%的刷子都是从他家购物的 然后性价比非常高 正好 然后价格又特别便宜 所以今天就想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有这么多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就先从最大的一把说去吧 最大的这一把是Tarte 这个扁平的小扫把 刷感是木质的这种 刷毛特别的柔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我的真爱 就是你它是一个多功能刷 可以用它扫粉饼啊 然后刷阴影啊 这样因为它是这样扁扁的嘛 可以看到 然后又有个弧度 你修饰你的轮廓的时候 还有扫阴影的时候都超级的方便 你也可以用它来扫腮红 就是大面积的 大面积的扫腮红 或者是这样扫 都非常的实用 接着说三把斯弗兰的刷子 这个是 都是它家卖的圆单 然后这三把刷子 是我在它家买的刷子中 最最最喜欢的几把 这一把最大的 编号是49 能看到吗 它是一把斜角刷 这个我今天刚用过 所以看起来有点脏脏的 其实我刚洗过 这个扫阴影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的好用 就是你先占取一点修容粉 然后就这样打圈上 或者是你这样扫着上 它这个角度就跟你的皮肤特别贴合 跟你的轮廓这样扫下来 就会觉得很轻松 就完全不需要你去刻意的找你的 就是要刷在哪个地方 然后它的刷毛同样也是非常的密 然后非常的软 就完全不会有扎脸的现象 这一把叫 Pro Shadow 然后编号是14 这个是一把比较大一点的眼影刷 用来打底超级合适 而且它的刷毛真的超超超超软 另一把呢是它的一个就是姐妹款吧 它们两个的形状其实有点像 然后只是说这个窄一点 这个也是 这个是 Pro Small Shadow 然后号码是15 这个是14 这个是15 这一把我也是特别喜欢 用眼皮折内加深你的眼部轮廓 特别的合适 这两把我都非常的喜欢 Real Techniques的刷子 这一把呢是她家的修容刷 这把刷子在Kathleen Knights的视频中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这把修容刷其实也是多功能的 你可以用它来扫绒 就加深你脸部这里的轮廓 我还看过Kathleen Knights用来晕开她眼下的遮瑕 这个我也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眼下的遮瑕一般都是用海绵蛋来拍拍的 我主要是用它来刷腮红 然后你也可以用它来扫高光或者散粉 都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个是她家的一把高光刷 然后它是这种扁扁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偏火苗型的 它是一个圆圆的 这个呢正面看是这样 然后侧面是这样 它是扁扁的这种 我一般用它来定眼下 然后我的散粉一般就少在眼下 还有鼻子的额头 鼻子跟额头的部分 我很少会全脸定粉 因为我觉得会有点干 接下来呢是这一把新出的 Real Techniques家出的一个高端线吧 偏高端一点的 然后这把刷毛也是非常的软 然后它是比较扎实的那种 跟Sephora的这把比起来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软 这一把呢就是比较扎实有弹性的那种 眼部的搭底也是非常合适 这样的刷子我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这把真的太美了 它是有这种棱角 接下来两把是我买的 她家一个眼部的套装里的两把 一把呢是这样子 短短的非常短小的这种 像小门牙一样 可以用来加深眼尾的厚三分之一 这样也可以用来刷下眼影 都非常的方便 它很好控制就是眼影粉的取量 不会让你的眼影粉刷的太多 就是熨染到 比如说会晕到下面 是一个眉刷 它的介绍里好像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不怎么把它用来做眉刷 用来画眼线的毛也是比较扎实的那种 然后画眼线呢也挺细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把的 这把刷子我买了超久了 好像是我第一次在他家买刷子的时候就买了 这个是Urban Decay的 但是这个字 这个牌子的名字已经被磨掉了 因为我真的用了非常久 刚买回来的时候我是用它来扫修容的 但是这一把刷子相比于Safora的这一把 这一把的毛会密实一些 这一把的毛呢就要松散很多 所以你刷修容的话它不会很显色 但这也是一个优点 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肤色比较深嘛 如果它不是很显色的话 刷了修容我就觉得好像跟眉刷一样 所以我现在是拿它做腮红刷 虽然是一个斜角的 但是它还是蛮宽的 对比一下 嗯 用来刷腮红这个区域就刚刚好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斜着打腮红 它的刷毛也是特别的软 然后说几把他家自制的刷子 就是不是原单的那种 没有品牌的 嗯 先说这一把 这一把是也是我超早之前就买了 当时好像是为了凑包邮买的 但是我真的超超超超超超喜欢这一把 这一把也是一个斜角的 然后我是用来做 用它来做鼻影刷 用它刷鼻影真的太完美了 你知道吗 给你们看一下 你就这样顺着你的鼻梁 刷下来 有没有 超级完美 它这个角度斜角刚刚好 然后我还在他家买了一把这样子 就是火苗型的鼻影刷 因为我之前看Pony的视频 就是都是用的是这种形状的 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比较容易熨染 比如说熨染你的山根这里 跟鼻影这里 但是如果你想要画 就是找准画鼻影的那一条线的话 这个真的是太棒 所以这两把刷子呢 我肯定是更偏爱这一把 都是它加同一个系列的 然后这一个 用来勾勒加深你的眼角这里 或者是用来画卧蚕 对 提亮眼角都很合适 然后这一把呢 是一个遮瑕刷 但是我没有怎么用它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是想如果长痘痘的话 就可以就这样子拍拍拍 然后遮瑕力会比较高 但是我不怎么长痘痘 所以我的遮瑕一般都是用美妆蛋 直接把它拍开就好 所以这把刷子不怎么用 我试打算之后 把它用来做纯刷了 最后说一把 让我很失望的刷子 就是这一把 牙刷型的这一把粉底刷 我当时买也是架不住 微博上面风太大 然后就想买来说 试试看吧 反正也不贵 但是它真的不好用 我其实我不明白 它是为什么不好用 因为它刷毛很软 然后也很密了已经 可以看到 就刷毛非常的密 但是它刷我的粉底液会有刷痕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的粉底液太稠了 是不是它比较适合那种 刷那种稀薄一点的粉底液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 非常的舒服 就完全不会扎脸 虽然它是这样短短的 然后这样立着的刷毛 但是完全不会扎脸 我后面就用它来推我的修容膏 对修容膏的话还蛮合适的 但是也不怎么经常用 因为修容膏一般 有很多其他的途径 比如说用海绵蛋来推 或者直接用手推 所以也不怎么常用到它 这把刷子 我还是蛮失望的 因为当时对它的期待值比较高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我这条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 在你们选刷子的时候呢 能够给你们提供一点点小的建议 帮助 ra müzi 5 Pod 3